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的空气会南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整个温度会降到大概不排除是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大概就12度到14度左右 强烈冷气团的话就要到12度以下了 所以大概来说的话是12到14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平地的一些靠近 比如说空旷地方的话 最低温可能会有11度左右 所以等于是周末会比较冷 但是在周末之前 这一两天的工作天的话 天气蛮舒服的 是真的还蛮舒服的 中午甚至会还会有一点微热的感觉 好 所以中午前后这个部分的话 就穿脱衣服之间 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不要感冒了 好 所以大概来说 这一两天就这样 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 但是空气平均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包括云嘉南 包括高平地区 都是橘色提醒 最主要的话是扩散的条件不太好 在高平地区的话 尤其是在中午前后 光化作用的关系 所以错氧浓度会升高 天气会还蛮热的 好 所以空气品质部分的话 要稍微的注意 好 除了天气好 但空气品质不太好之外的话 再来就是 有关于最近还有个台风生成 台风的话 在我们的右下角蛮远的地方 在俄伦比的东南东方 但是目前的话 变成轻度台风 然后往西北西的方向走 所以等于是会在未来几天的话 通过巴士海峡 这个轻度台风雷一 是说在今天的上半天 有机会发展为中度台风 当它发展为中度台风 而且前进南海的时候 据说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转 有点像是一个Nike的标示的形状 等于是会往上勾一点点 往上勾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南部地区 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这个部分的话就要稍微注意 这个部分的话 时间点 如果说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的话 时间点是落在下个礼拜一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讲到 现在有一个台风 这个生成对于台湾来说 目前是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的 OK 好 所以就是另外就跟台风 这个相关的讯息 好 大概来说的话 就有关于今天的气象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参考 这一两天天气都很好 但是早出晚归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加减一幅温差来的比较大 好 看完天气 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 好 疫情的话 在过去这几天 看起来依旧的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的高峰期 尤其是这个Omicron 目前看起来已经有76个国家的出现了Omicron的踪击 那今天的话呢 最新的消息是这个目前看到是香港 香港突然之间在决天昨天的正式宣布 从12月17号等于是过两天 这个凌晨临时开始要增加7个国家呢 是这个他们认为呢 在等于是在入境的时候必须要严加管控啊 等于是让这些国家呃 指名等于是只有完成接种的香港居民啊 从这些国家来呃 才呃 就是入境的时候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而且呢 要隔离21天 21天 那7个国家呢 包括了呃 匈牙利啊 匈牙利 巴林 百姆达 刚果 共和国 还有直布罗陀 阿曼跟斯洛伐克啊 这几个国家 所以听起来的话呢 大概就有两个是欧洲国家 其他的话呢 就比较是属于非洲啦 这个中东地区等等 好 所以呢 这个代表的就是呢 这个相关的Omicron啊 他这样子的一个散播状况 还在持续当中了啊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 包括像是呢 比利时啊 这个比利时呢 目前也开始啊 在讲到说 他们呢 而境内啊 这个病毒株Omicron的话呢 似乎呢 传播的还算蛮快速的 那他们的专家 病毒专家特别强调说 他们担心 大概在明年1月份 现在已经12月了嘛 明年1月份的话 他们认为 Omicron会成为比利时境内的话呢 主流的那一支 病毒株 意思是说 可能会打败Delta 好 那事实上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概就是在南非 在英国 这个Omicron的 这个来势汹汹 它的强势程度的话呢 有点压过这个Delta 尤其是南非了 但其他国家的话呢 都还是以这个Delta为主 但是比利时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们说 光光在过去 这一个礼拜 10天当中啊 它的比重 从0.3% 很快速的上升到3% 等于是翻 加了一个零了啊 那以这么快 快的速度去扩散 所以呢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他们担心呢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 比利时的境内 都会是Omicron 而且因此到了明年1月的时候呢 将会成为主流的病毒株 跟南非 英国跟丹麦一样啊 所以呢 这是比利时呢 一个非常权威的病毒专家呢 在昨天提出最新的 这样的说法啊 那事实上的话呢 在世卫组织这方面 这一两天 他们也特别讲了 他们确实感受到 这个 传播速度快 他虽然不容易引发 这个重症 但他们担心说呢 这不容易引发重症的话 很可能包括了免疫逃脱 就是对于疫苗啊 对他的 这个相关的 效力来说的话呢 也似乎呢 被削弱 这件事情呢 目前看起来似乎呢 越来越明显 但是呢 也是再次强调了 就打这个追加针的话呢 应该还是可以呢 提高防护力的 好 所以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 全球 尤其欧美国家 开始呢 Omicron 现中的这些国家 都尽快的啊 希望能够打 打更多的 这个加强针 来面对啊 这个秋冬季节 来势汹汹 而且担心啊 这个担心 因为速度够快 而且呢 会有这些免疫啊 这个逃脱的现象 呃 现有的啊 这个疫苗 可能担心防护力不够 因此成为主流的病毒 就打败了 这个Delta 所以呢 这是目前看起来呢 呃 这个最新的一些相关的 说明啊 在这个今天的话呢 提出来的 那当然是当然 就像我们前几天 访问专家一样啊 可能要有更多的数据呢 在陆陆续续这个礼拜啊 这一两个礼拜当中 提出来之后 相关的怀疑跟揣测啊 可能会更加的 呃具体一点啦啊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确实 全球的话呢 还是在啊 这个目前呃 比较担忧 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阶段 好 所以我们要讲到今天啊 这个今天的话呢 全球单日新增 这五十八万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啊 这个六千八百多人死于新冠肺炎啊 所以目前全球界来到了两亿七千一百多万人啊 这感染了新啊新冠肺炎 五百三十三万人左右啊 死于新冠肺炎 好 那在这一波当中的话呢 依旧的美国啊 这个连续两天都九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今天也是啊 所以呢 这都是逼近十万啊 这个牛美国呃 九万七千多人啊 这个单日新增感染 那死亡的人数呢 也是破千啊 这个一千四百多人呢 呃 单日新增 那这个是美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的就是欧洲啊 跟南非比较值得关注 那欧洲的话呢 今天有十个国家呢 是破万 那当中的话呢 法国啊 这个 两亿人数最多啊 这个已经突破到六万多人了 六万三千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那这个英国的话呢 是五万九 德国呢 是四万 所以这三个国家的话呢 今天这个数字啊 看起来比较 呃 吓人 那俄罗斯的话呢 反倒是有一点点降下来一些了 他本来都是三万多 这个数字平均到啊 这个非常平稳到 你都会觉得这个数字 有一点点啊啊 呃 这个就是是不是怎么搞到 那么的平均 好 但是今天下来一点 今天是两万八 但是虽然呢 呃 这个少了一点点是两万八 但他依旧是目前欧洲国家呢 单日新增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今天的话呢 两万八的状况 等下也有一千一百多人死亡啊 这个美国的话呢 是九万多人染疫呢 是一千四百多人死亡 所以你就知道俄罗斯啊 他们这个染疫的死亡的比例啊 相对来说 还是一直呢 这个居高不下的 好 好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 在今天的话呢 单日新增三十五万多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依旧的哦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高峰期的一个阶段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看看呢 在欧美国家之外 我们刚讲到呢 这个南非 这个南非的话呢 目前是一开始 Omicron陷中的地方 他现在是两万三千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所以速度是真的蛮快的 就他扩散的速度呢 是蛮快的啊 所以呢 很快的已经成为 南非的主流的病毒株了 那现在呢 欧美国家也担心是这个样子 正在这个强 比较强力的哦 展开一些防疫的措施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看看亚洲 这个亚洲相对来说的话呢 也还是比较平缓 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那破案的国家的话 就是这两个 土耳其两万一 越南一万五 那印度的话呢 今天是六千九 这个南韩的状况呢 然后持续这几天都比较糟糕 他就是有点点 就是荡不回来了 就一直在五六千 今天呢 是五千五百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好 那这个东南亚部分的话呢 另外只剩下像马来西亚 四千多 中东的约旦也是四千多 日本八十六 中国七十六 台湾十 台湾十是境外感染 好 那这个比较受到注意的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呢 这一次这看起来76人的当中 大部分绝大部分 其中44例呢 就在这个浙江 那浙江因为是中国大陆的很大的经济大省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整个状况呢 影响到了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事实上还蛮大的 对于台商来说 其实不少也在浙江 尤其像他们这个杭州啊 这些地方 其实台商真的还蛮多的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杭州 绍兴 宁波 这几个呢 算是他们的大市 大的市 目前呢 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呢 相关的病例之外呢 也因此都加强了一些防疫的措施 比方说 这个绍兴市 这个目前有一个区 已经暂时停止任何的商业活动 那现在呢 有好几个产业的供应链 影响到制造业 目前呢 已经宣布停工 好 那这边讲到 说整个的浙江省 已经超过了7万多人呢 在这一波的感染当中的话呢 被要求隔离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染疫的是44嘛 那这个当中 38是来自绍兴市 但真正隔离的部分 已经到达了7万多人 然后有超过46万多人 的话呢 被限制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行动 包括呢 要有进行健康监测啦 包括禁止使用公共交通运输系统 或是离开住家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 这么刚刚讲到的呢 是目前的这个全球最新的疫情了啊 所以刚刚看到的这个数字啊 这个还是说76个国家呢 现在看到的话 呃这个世卫组织的秘书长 谭德赛 已经讲到说是77个国家现中了啊 那所以呢 等于是这个速度不断的在扩散当中啊 所以他特别提出警告 Omicron呢 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呢 正在散播当中啊 所以要担心呢 现在大部分的国家 大概都会陆陆续续的话呢 看到Omicron 好 所以呢 有关于呢 这个Omicron的一些 呃 试图去理解它啊 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变成 现在最重要的啊 所以呢 未来这一两个礼拜呢 有任何的数据啊 呃 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 然后但是呢 也先不要太过的 呃 紧张啊 所以目前的话 都是一些初步的数字了啊 不过呃 当然就是对各个国家 尤其欧美国家来说的话呢 目前就是以提高警觉为重嘛 啊 好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美国啊 这个连续两天啊 这个都是接近十万人 好 是所以呢 这个最新消息是苹果在昨天啊 他们已经宣布了要恢复 旗下的直营门市店啊 这个口罩的规定 而且呢 限制呢 进场的人数啊 所以代表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呃 在有些他们的国庆日前后啦 这个暑假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多地方都放的还蛮宽的啊 所以相关的一些口口罩令啦 这个人数的管制啦 这个社交距离等等啊 其实都放宽很多 但现在目前看起来 它的啊 这个秋冬季节 欧米国来袭啊 慢慢的呢 又恢复了这些呢 相关的一些防疫措施 好 所以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在美国这个部分啊 那刚才讲到的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话呢 在浙江这个地方 我们刚讲到 它是一个经济大手嘛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呃 确实哦 尤其这几个 因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比较容易快速感染 但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相对来说 对于生活 对经济的影响呢 事实上也就来得大啊 比方说 他们的宁波这个地方 是大型的石化基地 那所以呢 他们这个宁波市的正海区 所以目前的话呢 呃 这个大部分啊 除了跟病毒管控有关的 或者对于公共至关重要的 企业之外啊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其他通通都要关闭 那当中的话呢 石化生产业啊 被要求必须要去减产 好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年波 那么刚讲到绍兴市 有些地方的话呢 已经禁止了商业活动 那再来的话呢 像杭州 杭州的话呢 蛮多的啊 都是跟纺织有关 那纺织有关的话呢 这个地方讲到说 呃 这个呃 纤维啦 纺织叶啦 等等啊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也会受到呢 相当的冲击 有些部分的话呢 就是呃 降低运作 有些地方甚至呢 必须要去关闭一段时间 好所以呢 就这个浙江省来说 他们整个省啊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产出的贡献 高达了6%啊 所以呢 很多商品都供出口 那光光市 我们刚讲到这三个地方 宁波绍兴杭州就占了呢 呃 这个整个浙江出口的 50%的一半之多 OK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呃 这边啊 这个是来自于浙江省的 说法啊 说可能要耗时长达40天 来平息这一波的疫情 那相关的制造业者 可能要等到农历的 二月过完春节假期之后 才会复工 好 所以这个部分 看起来冲击的力道啊 是还蛮大的 尤其在这个浙江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省份啊 甚至啊 这边有看到浙江省的官员说 他这个对于经济的冲击力道 会跟今年的9月10月实施限电的时候呢 来的类似啊 哇这个限电大家一讲这个听起来就知道 这个可能影响是还蛮大的啊 这个对于经济的冲击跟产业链的啊 这些联动效应来说的话呢 是不容小看的 好 所以呢 就是来自于浙江啊 目前最新的状况 所以就这个数字来看 虽然只是76啊 但是呢 呃 对于一个省 一个省来说的话呢 影响是很大的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那就台湾来看的话呢 台湾比较关心的 当然就是中研院 呃相关的啊 这个后续了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Delta了啊 那再来的话呢 中间的话呢 呃 至少他没有进到社区 我想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可以放心的地方 但是呢 就一个中研院来说 一个总统府直接管理的 一个国家的研究院来说 他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真的是太松了啊 所以呢 呃 过去这几天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啦 就是说包括啊 这个特别提到 陈时中 说他们这个中研院内部的调查的结果 这包括廖俊志啊 这个就是中研院的院长出来讲 有什么五个大的问题嘛 就是可能在穿脱之间 没有依照流程 要在整个的操作的部分 可能也是有所疏漏 所以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呃 包括就是说 他有一些啊 也没有啊 这高层主管进行相关的监管 包括呢 被老鼠咬了以后呢 也没有进行通报 所以等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 看起来呢 真的啊 这个中研院的螺丝 是松了不少了啊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要 尽快的进行检讨 真的是一个国家的研究院 不能够这个样子啦啊 好 那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讲到说 他们当天啊 看到这个研究室里面掉啊 这个监视的录影带出来看嘛 中间有三个人呢 根本没有穿鞋套 而且还进到中央的管控区 还脱鞋子啊 这个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穿脱防护罩 防护衣跟口罩的顺序啊 也都有问题了啊 好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中研院来说的话呢 必须要这个提出报告之外的话 我认为有些惩处啊 以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重要性 也是必须的 因为呢 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真的太轻忽了啊 因为现在全球面对这个 呃 新冠病毒 你看过去这两年 那一开始也不就是怀疑啊 是因为研究室里面有任何的疏漏 而因此导致的嘛啊 所以呢 我想这个通报这么的慢 在过程当中的话呢 也这么的轻忽 嗯 真的不应该了啊 OK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几天大家都慢慢慢慢 对事情有所了解了啊 有可以呃 放轻松 放心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进入到社区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旗的啊 这个研究院来说 他的预算都是编在总统府里面的 由总统府去直接掌管的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嗯 很不应该啊 真的是很不应该 应该要好好地检讨一下才对 OK好 这个部分才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嘛 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属于 呃 这个啊 国内外啊 这个相关疫情的最新 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 当然呃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呃 照陈世东的说法 要等到春节过后啊 大家才可以呃 迎来啊 比较放宽的防疫措施 虽然目前看起来 国内的疫情 呃都很平缓 但是国外啊 看起来很多状况啊 这个呃 不容小看 来势汹汹 所以呢 最新的说法是说呢 这个春节专案 大部分都采取7加7 呃 就是打完两季疫苗 采回来的人都还不少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来 新时间啊 那这个我们刚讲到的是 国内外的一个 相关的疫情了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刚讲到的是 大部分都是选择7加7嘛 所以有百分之 呃 这个目前看起来 大部分的啊 这个选择的都是7加7 呃 我看刚刚有看到一个比例啊 这个大概有接近 百分之60左右的话 7加7 但是我们要能够选择7加7 就代表你只要打过啊 完整的两季 回来的话呢 才可以这样子做选择 我想呢 大部分的现在大家呢 就是呃 施打疫苗啊 这个的比例是有 越来越高了 但是我想这个 不管是国外进来的 还在台湾自己本身的话 呃 这不管是第二季 或第三季啊 这个可能现在都变成 势不可免了 这个尽量的能够让这个 呃 疫苗的数量啊 是够充分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呃 实际上还不只是疫苗啊 我们这边呃 这两天也都讲到说 其他的抗 嗯 这个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等等啊 那呃 这个墨沙东跟辉瑞部分啊 这两天呢 陈顺有被问到 那他也讲到 跟我们这个前两天 访问专家讲到一样 就是墨沙东似乎呢 就辉瑞的效果似乎呢 比墨沙东来的更好啊 那所以呢 就是说呃 政府也说啊 似乎呢 这个采购的比例呢 也有必要要调整 意思是说 辉瑞可以买的更多一点啊 但是目前呢 针对专家啊 有人提议说 是不是至少买到 我们这个呃 人口数的两成啊 那准备总人口数的两成 但是陈之东说 他不认为啊 有超额准备的必要 因为两成的话呢 就是要买到四百七十万人啊 呃 这样子 四百七十万套 我应该这样讲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话呢 一整套 一整套的话 大概就是五天左右的疗程等等啊 那他认为的话呢 不需要买到四百七十万啊 套 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呃 但是我觉得就算不需要超额 他认为四百七十万超额 这一万 这个距离还是 我还是觉得 我无法理解了啊 所以呢 希望啊 这个就是 陈之中在讲到说呢 现在辉瑞啊 似乎呢 这个效果啊 抗病毒的药物效果来得更好之后呢 有考虑呢要去调整比例跟数量的时候 可以再稍微的啊 这个增加点 或者至少告诉大家说 你有什么值买一万啊 这个数量的部分 怎么评估啊 你不要四百七十万 你觉得百分之二十太多 那大概多少是值 是差不多 呃 这个比例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当然还有疫苗 所以我们有疫苗 呃 我们有这个 呃 可能呃 单株抗体 我们可能有 抗病毒的药物 我们到底各有多少 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相关的比例当中的调节 这个疫情目前看起来 呃 就是 速度啊 这个蔓延的速度还蛮快的 然后虽然没有重症啊 但是它似乎呢 对我们目前的疫苗 呃 的防护力是有削减的 大概来说 目前的证据啊 走到这里 好 那所以呢 呃 这个欧美股市啊 这个尤其在昨天啊 看到呢 美国他们的 短售物价就是PPC啊 这个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又创新高啊 呃 所以呢 导致了昨天的欧美股市都是重挫的 那包括这几天呃 美国 欧盟 还有英国啊 他们的央行都正在召开利率会议啊 所以到底呢 对于整个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 需要紧要松等等啊 都在呢 这样一个比较紧张的 而且呢 在观望的气氛当中 好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呢 欧美股市啊 昨天看起来呢 这个跌幅还不少的原因啊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根指数呢 下跌了106.77点 收在35,544.18点 跌幅是0.3% 拿沙指数下跌175.64点 收在15,237.64点 跌幅是1.14% S&P5呢 下跌0.75% 另外呢 废纯半导体跌了0.52%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三大指数呢 也都是下跌 德国跌了1.08% 英国跌了0.18% 法国跌了0.69% 好 都下跌呢 这跟我们刚刚讲到啊 跟这个Omicron有关 那尤其是美国呢 昨天公布了11月份的 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啊 这个年增率 预期是9.2% 结果是9.6% 那这个先前的话呢 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是6.9% 所以是11月份 所以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那些接下来目前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是9.6% 所以呢 如果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呢 它又很快的 可能必须反映到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了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啊 不是很乐观啊 也不是开玩笑的一个数字啊 那这个9.6% 创下2010年统计以来的新高点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给了目前的美国的联准会啊 好不容易呢 等于是他们也才接受说 这通膨不是暂时的啊 这也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 大家歌派啊 这个鹰派呢 呃 相互论战啊 那甚至呢 包括像是先前的鲍尔 包括呢 前联准会的主席 现在的财政部长叶伦 他们有一段时间都坚持啊 暂时的暂时的 应该一下子就好了 但后来呢 就在差不多10月底 11月初才11月份了啊 开始改口说哦 看起来状况不妙啊 那也比较鹰派抬头了 认为通膨应该不是暂时的 好 现在看起来不但不是暂时的 这个力道呢 来的啊 似乎呢 越来越猛啊 OK好 所以呢 呃 在这样这个讯息啊 这个年增率啊 生产者的物价指数9.6之后 目前呢 所有的啊 这个全世界的 目前看来市场当中的意见啦 都认为 呃 这一两天啊 正在开会当中的 包括美国的联准会 呃 这个在今天稍晚吧 因为他们昨天开始开到今天稍晚 他们这个立日会议应该会随着呢 通膨的警报声不断啊 可能原本就说要提早去加速啊 这个购债计划 在明年差不多啊 这个三月份明年上半年 大概就必须把它结束掉的啊 现在更多的说法都认为 大概最晚明年三月啊 大概就会整个的呃 这个购债计划都必须啊 呃 让它退场 那再来的话呢 呃 可能可能对于整个通膨的表述啦 甚至接下来的升息啦 都会有一些呢 相关的在这一次的利率会议里面 会看到调整 那呃 美国联准会如果这样子的话 接下来同样的欧盟的央行啊 包括英国的央行都在这一两天开会啊 所以呢呃 他们呃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一个态度 也开始进行呢 相关的更早的啊 这个宽松退场 我想都会是呃 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来说 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不过目前看来市场也在讨论说呢 呃这三个不同的啊 因为呃美国跟欧盟 这个其实第一个疫情也不太一样啊 整个的呃 金融原本的状况也不太一样啊 那包括英国英国现在脱欧了啊 所以呢现在呢也比较是一个脱离的一个比较独立运作的状况 OK好 所以呢这三个央行各自会针对目前的疫情跟经济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 哦 大家都认为这几天会是蛮重要的关键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啊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都是下跌的啊 那这个下跌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欧米克隆的疫情啊 目前看起来呃不能够小看他啊 当然要等待更详细的数据出来了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扩散速度还蛮快的 那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啊 这个生产者的物价指数PPI 这个年增率的话呢 是9.6% OK好 所以一连串的啊 这个讯息出来之后的话啊 这个包括啊 整个的升息啊 包括加速退场呢 包括升息的啊 这个压力的话呢 也皱身市场上面的不断的在盛传担心啊 大概明年春天呃 连升息啊 可能都会在那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啊 所以呢 一连串的啊 这个状况下来 包括呢 呃 欧美股市大跌之外啊 这个二年期的美债值利率啊 突破了百分之0.65美元走高啊 这个油价呢 啊 这个下跌 那很多的科技类股呢 都领跌啊 这个几乎呢 看起来呢 都是呃 这个下跌居多的了啊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啊 包括像是嗯 华盛呃 华尔街邮报 呃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的话呢 也特别提到说呢 面对Omicron啊 这个全球的主要央行 目前的话呢 政策的路径看起来似乎啊 会有点分化 就我们刚讲到这一两天啊 这个结果出来的的啊 回应的状况啊 这个力道的强跟弱啦 等等的话呢 都会是个蛮重要的观察的 呃 这个指标啊 这个代表的是 他们说这个三家的央行行动的速度 预计将存在着差别 折射出呢 各个央行对于新冠疫情的不同应对 以及对于增长跟相关的通膨 不同的展望 OK好 所以呢 这个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但这三大区域就已经涵盖了全球 非常非常主要的经济啊 跟这个金融的市场了 OK好 所以我想这一两天这个讯息呢 是蛮值得注意的啊 好 还有呢 这个相关的一些呢 市场当中的讯息 一个呢 是美国的呃 政府的债务上限啦 呃 这个部分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大概呃 倾向于可以解决啊 但是呢 这个投票也还蛮惊险的 在昨天的话呢 是在美股的盘后啊 这个美国的参议院 以50票对49票啊 通过就一票之差啊 这通终于通过上调呢 债务上限啊 这个的法案 那避免啊 这个月呢 会出现史无前例的 这个违约的状况 那么预料 这个众议院的话呢 很快也可以呢 采取跟随的啊 让这样子的这个危机 可以解除 OK好 所以呢 这是属于美国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呃 这个另外是有关于 呃 相关的能源啊 这个能源的部分的话呢 美国的加州政府啊 呃 正提议 昨天丢出了一个话题 说大幅度的削减 屋顶的太阳能发电的 补助措施 哦 那所以呢 呃 太阳能在有一段时间了 哇 到大家拼命 拼太阳能啊 这个希望能够 扭转啊 整个能源供应的结构 希望绿能能够更 更快速的起来 哦 但是一下子啊 也是有点点产能过剩 供应过剩啊 所以呢 出现了呃 这个太阳能的价格 在过去这些大崩跌啊 等等 那现在的话呢 有更多绿能的一些 可能替代的方案啊 包括了一些呃 呃太阳能发电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啊 所以呢 对于加州来说 他们决定要大幅度的削减 原本有的啊 呃 本来是政府也大力鼓吹啊 这个屋顶的太阳能啊 这个消息呢 呃 需要削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昨天呢 太阳能的肋股啊 说下到呢 这个跌的惨跌一地 呃 美国啊 这个有一家叫Sunpower啊 就直接叫太阳能啊 这家公司雪崩 百分之十点七八啊 这个真的跌很多 那这个中国的金科能源也跌了百分之二点六九 美国大型的太阳能电池版的制造商啊 就叫First Solar啊 他也跌了百分之一点八 好 所以呢 这个等于这个太阳能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 肋股确实啊 这个跌的还不少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疫情的关系啊 所以呢 整个的旅游啊 等等的观光 本来一度呢 呃 在暑假期间呢 呃 开始啊 这个百花齐放的 现在看来也有点啊 这个受到惊吓 受到Omicron的影响 昨天的波音呢 呃 再次下跌百分之零点九六 一方面呢 就是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呃 影响了 这个整个整体气氛的影响 OK 好 所以呢 还不只是这个 那包括了像油价啊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这个在昨天油价是继续跌的 呃 在纽约的部分啊 这个西德州原油下跌百分之零点八 说的每一桶七十点七三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百分之零点九 说的每一桶七十三点七块钱美金啊 那市场当中讨论的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说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Omicron的变种病毒株 已经让国际之地的旅行量啊 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呢 他们预估下一季啊 功过于求 油价呢 功过于求的情况 很可能会继续的增强啊 所以本来的话呢 还说是不是呢 呃 因应着整个啊 这个经济要回暖了 所以还担心油不够啊 所以要不要增产 但现在的话 转眼之间啊 已经担心说 已经呃 原油市场会走向过剩啊 这样的一个担忧了啊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企业都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啊 所以呢 这个能源市场目前的确实啊 正在沉压当中啊 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啊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讲到 呃 这个呃 疫情 讲到油价 那一些相关的类股啊 ok 那我们刚讲到呢 有关于呢 呃 这个美国的经济数字 除了呢 昨天呢 这个PPI 呃 这个相关的年增率 呃 这个数字看起来 让大家呃 这个市场非常的压力很大 呃 就觉得通膨的问题 真的呃 可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一些手段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呃 呃 小型 小型 企业的信心指数啊 是另外昨天呢 公布的一个呃 数字 这个部分看起来倒也还好啊 这个预计是98.3%啊 这个结果呢 是98.4 所以看起来呢 呃 信心并没有受到这个太大的影响啊 不过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在Omicron 还没有啊 这个嗯 讯息啊 这个大部分大部分的啊 这个公布之前所做的调查了啊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段时间 我相信对于这个全球的经济来看的话 呃 对于Omicron的了解啊 显然的会对于我们刚刚讲到 不管是央行啊 这个利率的政策或是一些因应通膨的一些展望的预估 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关键跟大家的判断跟解读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啊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呢 比较零星的其他呢 也还算是重要的国际的财经讯息 呃 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有一个啊 这个因为美中之间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 嗯 不管是在哪方面的啊 这个呃 战略紧绷对峙都还是有的啊 那在经济部分呢 呃 好 什么休息再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啊 那我刚刚讲到 我从来没有学过一个广告那么长过啊 因为我刚刚才发现呢 我讲错一个字啊 这个还差蛮多的啊 这个眼睛有点花掉 不是微软啊 是微博 哇 这个真的差很多啊 所以呢 如果有这个微软的朋友 在听我们的呃 这个节目的话呢 真的不好意思 呃 这个因为我刚才 哎 微软不对啊 他讲说呢 对于微软 实施第44次的处分 我想我哪有那么多啊 所以仔细一看呢 是微博啊 这个微博 OK好 所以呢 这个对于 也是中国自己的啊 这个啊 社群平台啦 这个对微博 等于是在一周呢 两周之内啊 这个第二次宣布啊 对于这个重要的 这个互联网 进行相关的处罚 那这个相关的处罚的理由啊 并没有公布的非常的清楚啊 但是的话呢 目前讲到说 呃 他这个啊 屡次出现了一些呢 呃 在账号当中出现法律跟法规禁止发布哦 跟传输的一些讯息哦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情节严重啊 所以依照呢 这个相关的一些呃 网络安全法还有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啊 所以等等啊 这个这个罚款呢 大概是这一次哦 是罚款300万元 大概是41点 呃 47.1万美金 那但是连续的哦 已经出了44次的相关的处置了 所以累计已经罚呃 光是2021年哦 一整年就已经罚了他44次了 所以目前累计的话呢 已经高达了220万美金了啊 OK好 所以呢 就是中国政府呃 来罚啊 等于是整顿了 他们现在正在整顿 他们内部的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各个方面比较大的啊 这些领域当中的一些领头羊 那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的话呢 当然是以微博为最主要的一个对象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国际啊 这个财经讯息当中 另外啊 比较重要的部分 OK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了 那另外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呢 当然其他的国际啊 这个新闻还有一些呢 正在发展当中 呃 首先的话呢 就是美中之间 我们刚刚讲美中之间啊 他这个战略对峙 其实是不断的了啊 那所以呃 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有关于呢 冬季奥运 就是北京的冬奥 这部分相关的抵制的行动呢 目前也还在持续的 这个发酵当中 呃 首先的话是美国啊 美国先宣布之后呢 现在目前每一个国家呢 都在 呃 我觉得有点天然交战啦 那因为呢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这个西方阵营来讲 他总是希望这些其他的盟友啊 能够站出来 呃 有一个一致性的 然后捍卫所谓的民主价值啊 这个更巩固啊 他们的这个联盟的阵线 但是呢 每一个国家呢 也跟中国之间都有非常多的一些贸易往来 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压力就很大 所以一直到呢 今天为为止之前啊 呃 在美国宣布之后 那陆陆续续呢 宣布加入的呢 大概就是英国 加拿大 澳洲 都是所谓的 也就是有点当初 他们的五眼联盟 就是比较接近的啊 这个英美啊 这个体系当中的 那纽西兰也有 但纽西兰是很早 10月份他就已经说他要抵制 那他抵制的最主要原因是 他用疫情为理由 好 但今天最新的话呢 有两个国家跟进 一个是比利时 一个呢 是奥地利 好 那这个比利时跟奥地利呢 他们宣布加入 所以呢 一般一般啊 在今天的评论当中 就认为说 其他的欧盟国家 大概呢 也会有陆陆续续的 一些跟进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先前 包括德国 法国的比较主要的 这些欧盟的国家 除了英国之外 其实呢 对于要去抵制北京东 都有点点犹豫 就担心说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天然交战啦 就担心说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本身的这个贸易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又觉得呢 基于一个人权 基于一个外交 就一个民主 这个老牌的国家 又觉得好像 应该要表达态度 所以呢 怎么样子在表达态度 但是又不伤到经济 的状况底下呢 求取一个平衡 是目前啊 这些呢 西方民主国家呢 比较伤脑筋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 比利时跟奥地利 为什么那么勇敢呢 其实他们讲话 都有点点 艺术的 这个外交语言当中的艺术 比方说 这个比利时 比利时呢 他们就说 他们不把算 派遣任何的官员呢 出席这一场的 北京冬奥 但是呢 重点在于说 他们呢 呃 过去也从来没有 参加过任何国家的冬奥 这个他意思 就是我没有针对美中国而有 其实过去好像也都没有 这样一个例子 再来一个的话 就是说 目前中国大陆呢 对于防疫的措施 拉得很紧 很高 很严 所以呢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呢 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呢 基于这两个理由 比利时呢 不派 这个官方的 呃 这个官员 去出席北京冬奥 那事实上呢 奥地利的说法 也是一样 这个奥地利的说法呢 也是说呢 呃 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都有点 跟着纽西兰的说法了 呃 事实上他也是给一个 很好的这个疫情 在目前这个当下 给一个呃 在政治当中的呃 缓冲吧 这个在说法上听起来 似乎呢 比较呃 圆滑一点啊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去的 但是事实上呢 呃 也表达了一点呢 这个对于中国的一些呃 人权啊 不够啊 这个不达标的一些呃 态度吧 OK 好 所以呢 这是目前的最新的状况 这个比利时跟奥地利 都表态不派官员 出席呢 北京东奥 那目前呢 也还在挣扎 犹豫中的是日本 哦 那日本的话呢 事实上呃 美国是不断的呃 给他一点压力吧 呃 这个明德安德都呼吁 他们希望能够加入 因为他在亚洲地区 是很重要的呃 跟中国的呃 一个算是对应 而且呢 对美方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盟邦 呃 所以中呃 日方表不表态 呃 怎么表态啊 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的 期待也非常的呃 给他某个程度的压力的 所以日本呢 目前还在呃 这个犹豫当中 所以是不是哦 跟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国家 用这种方式就表态了 但是在理由当中的讲的 比较和缓一点 就还要看看 因为最近呢 这个岸田文雄 这个新的日本首相上台之后 其实呃 德国也是 德国也是新的政府组成之后啊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啊 是否会变得比较呃 松或者比较紧啊 都是在一个新的关键点上 呃 日本来说的话呢 会被认为担心会由 对于中国大陆来的比较呃 态度反中 转而比较亲中 这是岸田文雄 让大家这段时间有的一些呃 这个分析啊 跟一些看法 但反过来说 德国来看的话呢 梅克尔过去来说 对于中国大陆相对来说 采取一个比较乐观的 比较务实的 就经济归经济 政治归政治 但是呃 新的啊 这个销售上来说 本来一度啊 尤其他们的德国外交部长啊 这个绿党的主席 是对于中国采取一个 比较强硬的啊 这个反对的立场 因为呢 德国态度应该来的更鲜明 更坚定一点啊 但是在这个呃 抵制北京冬奥 这个事情上面看起来 似乎又没有来的 这么的明显 OK好 所以呢 这些都是在呃 政权啊 这个交替之后的一些转折 在这个转折点上 也就是看得出来 背后有美中之间啊 非常强强大的啊 这个拉锯在里面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北京呃 冬奥这个相关的讯息 好那除了这个相关的讯息之外的话呢 当然啊 这我们看到美国 他们现在持续的啊 就希望一些盟邦 加入一个呢 他们的这个阵营当中 不只是对于我们刚讲到的 亚洲印太地区的日本啊 呃 现在呢 这呃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 人正在东南亚 那我们知道东南亚的话呢 比较 更特别的一个 变数加进去就是东协啊 这个东协这个非常非常广大的市场啊 所以呢 对于这些 东协的国家来看啊 即便很多的国家都这一次啊 被这个美国邀请进去参加 民主峰会啊 但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呃 也希望美国不要不要他们选边站 因为他们选不了啊 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那么多的经贸往来 那么多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个需要 战略或许靠美国 但经济来说还是靠中国 OK好 那布林肯也说了很多话 时间到了 明天见 拜拜